时间不多了 我们先听吧 精灵 不如你拓战请罪 随我一起去迎皇上 请罪 请你告诉我 我何罪只有 要是我摇精灵要输 都是输给一个字 不够力 精灵她的性格 你有想过吗 你现在那都是公主 你永远都是公主 你的那个味道没有了 我觉得就压力给她有点大了 你真的是山豪啊 你舍是吗 你真山豪啊 我先喝口水 你真山豪啊 赢的人还是我 得讲名字对不对 对啊 你疯了 赢的人就是我摇精灵 不爱我 她这个 你们都说吧 对白都没说 我觉得这我觉得那 对 说吧 你能不能 你不能丢剧本 是翻拍的作品 酒吧版的陆顶记 全美沙宝 拜见皇上 我一早就和你说过 不要脚踏两只船 不要和天体会的反正 勾结在一起 哇 哇 放手 你是谁 怎么拿着我和小贵子的宝贝啊 有脆来的吗 有脆 有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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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摄 刚初的珍珠就剩下这几颗了 小冰啊 这一条是他后来补偿给我的嘛 小冰啊 久等了 我闻心了 个单位准备 开始 要你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就已经足够了 余飞老郎同太后都看来只有死路一条 整个片段下来我真的觉得无懈可欺 我没什么好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演杂了 以你们现在的程度是不可能演出来 不准备飞老 开球就容易嘛 以你们这么演人来说 我是给你过关的 工会的监制老师们 红卡或者白卡 那我给红的吧 白的 白卡 继续努力 本次翻拍的作品《攻心记》 被称为收视神话 2009年首播以平均35点 最高50点的成绩 成为当年香港电视剧收视冠军 值得一说的是 这部剧由浙江卫视 在2010年引入内地首播 获得观众们的喜爱 本次参与主演的 是监制慧英红 无限经理人舍世曼 接受考验的议员是 薛凯奇 周杰琼 来来来 瞧瞧 我挑了这一场戏 因为我觉得 他们两个有机会 跟我们对戏 两场戏都是 应该主戏在他们身上 对 我们尽量去配 我昨天帮你挑了一个 就是薛凯奇 对 因为 他昨天想说 改变一下形象 今天早上你问我 就是我入行18年 有什么没试过 就是反拍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部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给他一个好一点的机会 我让他演精灵这个角色 是 是 那我也没看过他演坏人的角色 是的 是的 其实我挺紧张他的 我就觉得他想去破宽自己 我让他去演内心的那种渴望 权力的那种女人 其实精灵是很好发挥的一个角色 对 对 对 很有层次 对 那另外一个呢 就叫周杰琼去演飞燕这个角色 因为他还是有一点机会 去演个古装 演个兼飞这种 所以我想还是让他跟我对 我看他的层次有多大 对 对 对 好 喂 哈喽 杨卫老师好 哈喽 你们俩都是 两个角色都已经有熟度 对 对 那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听吧 先听你们的对话好不好 好 对白石起 太后娘娘 你怎么会在这 你 我 我怎么了 你觉得 我已经死了吗 奴婢不敢 你匆匆忙忙 端着一碗冲 往哪儿去 奴婢 奴婢是要回 立飞娘娘那里 杰琼其实对她来说 她那么年轻 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可是我只是跟她 彩排了两遍 太后娘娘饶命啊 其实她是毛病没什么 就觉得很好 那我们试一次啊 精灵 不如你拓战请罪 随我一起去迎皇上 请罪 请你告诉我 我何罪只有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知错悔过 后宫里 尔虞我诈 要是我姚精灵要输 都是输给一个字 孕 不过力 后面不过力 今天我姚精灵要是输 现在你可以放听 今天我姚精灵 可以跟你说 就算我输 也只输给孕 而不是你 孕一定要 要是最高点 孕要上 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相信你 我才会被人封嘴 我就是因为我帮你 我才给人封嘴 我受那么多苦 都是因为你啊 你再不起都没了 我现在看到的东西 你现在呢就是公主 你永远都是公主 你不知道我的苦 你不要批评我 你的那个味道没有了 我讲这些词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我肯定会死 你吓赌赌死人 但是也许他不说出来 那就不会有人知道 那好吧你跟编剧改吧 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就压力给他有点大了 我不是给他什么压力 你如果我告诉你 美丽的方言是害死人的 不是说方言 只是就不要给他那么大力 我没有给他压力 就慢慢调 你要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要抓紧很多时间 可能我只是一个丑员 会让所有人生气 会不喜欢 可是你回家想想的时候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给你们 真的我为啥 我们不要再浪费 你跟我真... 嗨 四位小妹妹 你好 你好 我看着他们真的很开心 真是谢谢吴同姐 这次令我那么大的惊喜 这一眨眼真是 我真是很开心 真是开心 谢谢 谢谢 怡东兴老师 怡东兴 怡东兴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双儿 陈少雪儿 我是刘桥帆 我是鹿顶记里面的 金灵公主 哈喽 我是邝文雪 我是小君主沐坚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小斌 我是花布美颜 特别想问问各位老师 时隔二十四年以后 又穿上这一身服装 站在舞台上重演陆顶记 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虽然二十四年 没有穿过这套衣服了 但是我们就是回到当年的那个时代 很年轻 很有理想 很无知 但是很开心地去合作拍一个剧的那个时候 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对 我也感觉到虽然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是现在还办这个我就有点 你有装嫩的感觉啊 装嫩啊 我还是很嫩的 大家觉得呢 很漂亮 谢谢 谢谢 首先我要谢谢浙江卫视呢 给我这个机会过来啊 因为我接这个工作时候呢 就说这四大美人过来了 我们真的几十年没见过 也是个好机会啊 好 我就立刻答应 过来一看他们 哇 值 值 怎么不值啊 几十年不见 是不是啊 OK吗 OK就行了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